很多觀眾朋友都對白醬類的一大利麵很有興趣 但是有個問題來了 白醬用的鮮奶油通常我們使用的機率不高 那買小罐的呢不見得可以用的完 而且換算下來比大罐的貴很多很多 所以今天就來教各位如何把鮮奶油做成白醬 並且變成一般的備料可以保存 而且還可以當做你日常的懶人食譜喔 重點是這些食材一般超市都在賣 所以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出門採買 趁著今天天氣好我們 趁著今天天氣好我們出門採買吧 走 好熱 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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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撲 本節目由Shotback贊助播出 大家也看到了 這種天氣要出門真的是要我命 不過沒關係 今天剛好帶各位看看我最新的購物方式吧 走 然後我們進入到一個叫做Shotback的地方 SHOP 進去Shotback的網站 同樣給回饋 當然選回饋機 所以顧名思義就是說 在這邊消費直接給你回饋機 不是點數 底下合作的平台都是我們一般常用到的 你看 家樂福 還有這個熊媽媽買菜網 這個愛上新鮮 還有鮮實家 還有大口四集 哇 我福平達都有在做生鮮外送的 但是我平常買東西不是這樣子的 我還要進去到一個叫Shotback的地方 還要輸入什麼什麼XX的家樂福 才會進到我的家樂福買東西 所以Shotback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它有一個小工具 安裝以後 我就會跟平常一樣上網買東西 其實完全不用再登錄到別的網站去 非常方便 看這個 到你的空用應用程式商店 找Shotback 點進去以後 你把它擴充到你的應用程式 上面有一個橘色的Shotback 這樣就OK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去家樂福 好 從你安裝小工具以後 它這邊就會顯示一個有回饋機 也會提醒你 進入到網站 這邊也會有現金回饋機啟動 非常方便 完全不會阻礙你任何的平常的習慣 所以我才會想要把這東西推薦給大家 直接找重點 看看有什麼鮮奶油 欸 有總統排的 也有安家的 給各位一個提示 假如說你有選擇的情況下 你要做餐 盡量別用安家 安家比較適合做烘焙甜點用 因為它味道整體起來偏甜 那如果你做餐的話 你用比較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味道就有點甜了 相較起來總統來做料理 做醬料的話 會比較適合一點 這是你有選擇的情況下 當然你沒得選的話 也可以用安家啦 也是沒關係 那我選大罐好了 一罐加入購物車 來 再來 大概是培根 有黑橋牌的 伯克 青東洋 黑橋牌好了 啊 買一包吧 義大利麵 看看這邊有什麼義大利麵可以選 這個沒有寫應該就是紙面 紙面平常都有在用 我看有沒有比較 欸 有 扁面 很好這個 扁面的話會比紙面 哇噪喔 補貨粥 欸 這邊有 加樂福牌扁紙面 我沒有用過加樂福牌了耶 好啊 給它一個機會吧 扁面就OK啦 我看一下 我去它的生煎區找飯看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呢 喔 霸王陽菇 看看你多霸王 來 來一盒 順便買個菜刮布好了 我菜刮布快用完 菜刮布我要洗碗用的 買那個3M比較適合碗盤用的 然後有海綿的 欸 這個 木薑棉 好 那就這個吧 OK 買了五樣東西 去購物車結帳 好 總共是540元 下一步嗎 收件人資料 宅配付款方式 新會員免運 太棒了 免運 好 結帳 喔 好了 來這邊又跳出來 訂單成立了 回饋金已經存入 Shotback的帳戶中 然後到Shotback 你的現金回饋總管這邊 點進去 這邊可以看得到我們剛剛 加樂福線上購物的 回饋金出來了 21.6這邊 還有我上次蝦皮的 都在這邊看得到 總計有29.22 所以這是真的可以從銀行去提銀的 現金喔 所以可以在我們日常消費中 不知不覺就累積起來了 哇 真的收到了 第一次用加樂福外送欸 好好玩喔 先來拆看看吧 哇 真的是我要的東西 來點看看 收到貨第一件事就是要點貨 來 菜花布有 蘑菇 點面 培根 冬仙 OK 動物欣欣奶油 記得要選螺子海量35%以上 總統牌在表現上 算是比較中規中矩的 如果你不確定這個味道的話 你可以倒烘焙喊問問老闆 看這個適合做餐 還是適合做烘焙 培根記得要選沒有添加色素跟香料的 義大利麵的各種造型 是為了要配合各種功能 跟沾附更多醬汁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扁脂麵 理論上面積越大 它可以沾附更多的醬汁 這還是要以個人的喜好為主 那今天就帶各位來做一次看看吧 拆瓜布我還是習慣一面有海綿的 它可以保護你的愛到不會被刮傷 在配料之前先燒水 今天要煮一整包麵 所以水要煮大鍋一點 煮白醬的基本配料 洋蔥跟大蒜是基本的 如果有看到紅蔥頭就順便來一把吧 加一點紅蔥頭可以增加它香氣的層次感 效果還不錯 洋蔥碎 今天要切一整顆 去頭尾去皮整理一下外觀 兩顆同時改完刀再切 之前教過很多次了 同學們剛好可以展示一下練習的成果吧 大蒜去皮 好了 紅蔥頭去皮 好了 紅蔥頭比較小 切碎上會有難度 各位可以像我這樣子切或者任意切碎也可以 如果像這樣子事先改好刀 後面再切就會比較快 一次可以抓個兩三顆起來切 效果很好 蒜頭切碎 利用量大概跟紅蔥頭差不多就可以了 要當雞醬的備料很簡單 不要太複雜 這樣我們後面才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切到這邊水也剛好滾了 我們開始煮麵吧 現在像這樣鏡子一下 可以防止蒸汽一下上來燙到手 剛剛忘了加鹽現在補點上去 好 整包麵下去吧 上開 全部沒入水中就開始計時吧 我煮六分鐘就好了 水還沒滾開之前盡可能攪拌一下 防止互相沾黏 好 繼續切點蘑菇 待會我要炒個奶油培根義大利麵 所以待會我會用到蘑菇跟培根 蘑菇切一片就可以了 換個砧板 培根 來個兩片吧 對開再切成三份 大片一點口感會比較好 好了 備料的工作告一段落 好 麵條準備起鍋了 先把絕形濾網插在水槽裡 並且開冷水 特別是如果你的廚房裝的是軟管 一定要開著冷水去降溫 否則大量的熱水下去 軟管很可能會發生不可膩的變形 加上如果你是單兵作戰 如果這個時候軟管破了 水流出來 又會是一場災難 把尾沖一下水把大部分的煮麵水洗掉 這樣可以防止麵條的沾黏 沖一下就好了 不要讓麵條冷掉 水粒乾倒進容器裡 趁熱的時候拌一點橄欖油下去吧 好的冷壓出炸橄欖油 可以讓你能面有更進一步的風味喔 趁熱拌均勻 把待會要煮的部分先打起來 剩下的放涼再來分裝 好 開始煮白醬 你們可以用生意底的湯鍋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蔥花鍋也是可以 但是盡可能不要 因為邊邊會容易焦 那麼油熱的時候 就可以先把蒜頭還有紅蔥頭 先把它炒香了 炒香之後把洋蔥都丟下去吧 快速的炒開 顏色不需要炒到很深 因為會影響成果的顏色 好 炒出香味以後 就可以加點香料去調味了 先加點白胡椒 白底香或綜合香料都可以 如果有葉桂葉也可以丟一片下去喔 好 接下來教各位怎麼開鮮奶油 只要醃著虛線剪開就可以了 記得千萬千萬不要 剪平的剪尖的其他方法都不用 我們只要照著虛線剪就好了 誠心的建議各位 相信廚師朋友應該都知道 亂剪的後果是什麼 整罐都給它說哈了 記得要滴乾淨喔 攪拌一下開中小火慢慢煮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開大火 記得 因為它滾上來比照燒醬還可怕 可以嘗看看 煮到全部內容物都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關火了 最後我還有一些無鹽奶油 一起下去吧 關火的時候再丟就好了 我是希望多添加點奶油的香氣啦 加上我就剩這一些了 我也全縮了 白醬的製作就到這邊了 我們先實際炒一盤麵來看看吧 好 開火熱鍋 旁邊有白醬還有一鍋小鍋的高湯 那是我之前煮的雞高湯 有醬油湯是不是看起來 就挺像一回事了呢 好 先倒點油下去 把蘑菇跟培根先下去炒 培根逼出油脂後 我把剛剛預留的一些配料 一起丟下去炒吧 前面跟以往教過的鋪桌都一樣 就是先把我們的底藥先炒香 來白酒下去 如果你有白酒就加沒有也沒關係 只是天真一個味道而已 記得加了酒之後要煮久一點 把大部分的酒精煮掉 再來加下一步 高湯 還有白醬也下去了 讓它煮一會兒試一下味道 調味我會建議以糖為主軸 這邊我用了四分之一匙的鹽 還有一瓶匙的糖 要好味就可以把麵丟下去收汁了 如果覺得太乾 中間可以加水或加高湯都可以 別忘了拿點胡椒喔 接下來把醬汁收到自己洗好的程度 你要湯汁多一點或者是少一點都可以 準備好盤子 缺點好狀態就可以起鍋了 把麵放在鍋子裡面先捲好 麵倒進盤子 把夾子拉起來 配料整理一下 就可以上桌囉 好啦 一道簡單的奶油培根義大利麵就完成了 如果你買得到整塊的潘瑪森機子 跑一些上去會更好吃喔 好 回頭把已經冷卻的麵條拿來分裝吧 大概抓個自己習慣的分量就好 這樣子我應該吃得晚吧 差不多200多公克 還行啊 分裝好的麵條拿一個容器裝起來放冰箱吧 接下來把冷卻後的白醬倒進一個鐵盤裡 要刮乾淨不要浪費喔 讓保鮮膜封起來 確實拉好 不要讓意味跑進去 好 就放進冷凍吧 大概凍個半天就會完全硬了 把它倒扣過來 上面用石毛巾把它擦一擦 把白醬壓出來 原本一罐鮮奶油是1公升 剛剛煮麵的時候我用了1匙 那一匙是100cc 所以我接下來我想把它分成9塊 讓我每一次的分量都平均 所以我把它開成3x39塊囉 切好的白醬用一個大的夾電袋 把它全部裝在一起 留一塊 待會示範怎麼使用備料 剩下放冷凍囉 好 在備料充足的情況下 跟各位分享一個懶人的做法 很適合生活忙碌 或者你下班想動手做點宵夜 準備你冰箱現有的蔬菜料 我們有一些櫃蘑菇還有蝦子 還有別忘了你的白醬喔 這個懶人做法我們用水煮就好了 趁著鍋熱我們倒點白酒下去燒出香氣 並且去除大部分的酒精 下蔬菜料 加水 這樣就能煮出有白酒風味的蔬菜湯汁了 當然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蔬菜也可以先炒過喔 好 水滾 把冷凍的白醬丟下去 在鍋底不停的繞圈很快就化開了 化開之後就可以調味了 這邊我下了一匙的糖 還有四分之一匙的鹽 稍微試一下味道 味道沒問題 就可以把蝦子還有麵都丟下去囉 接下來很簡單 就是把麵煮開 把蝦子煮到熟 並且收到理想的濃稠度 就可以起鍋了 那在這個中途 你想要再調什麼味 都是依照個人喜好 那在起鍋前 如果你手上還有鮮奶油 你可以加點下去 可以讓整體的顏色更亮喔 好 倒完鮮奶油要讓它加熱一下 再翻炒個幾下就可以起鍋了 另外分享一個小提示 若是新手要捲麵的話 用一個生的盤子 捲起來效果會比較好喔 好了 一個快速簡單的懶人宵夜 奶油先加伊拉利麵就完成了 給生活忙碌的你 再忙也能輕鬆享用美食 好 最後別忘了到影片底下資訊欄的 克里斯專屬註冊連結 到Shotback註冊起來 賺100元獎金金喔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節目內容 希望給我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小鈴鐺 或是薛康辛 這也是克里斯3肉 我是克里斯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有蝦子就是讚啊 嗯 哇